開位 現在請各位議員地區出席的質詢 曹議員請發言 主席 縣長 六致長 一直在座的一位主播館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就想說就叫一下我們縣長 就昨天發布了一個新聞 就是說馬祖小山空這個部分的托運行李 在12月12號的正式的施行 可是這個新聞上面寫到就是說 讓我們相信非常疑慮的 就是說這題行李不收費 限制7公斤 每一個人以一件為限的原則 以及托運行李限10公斤 超過10公斤每公斤收費10元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鄉親 因為昨天跟本席反映的就是說 我們在地的鄉親 我們外來的鄉親 也在這個部分提出了一個看法 我不曉得他們就問我說 林江縣政府現在是在搶錢嗎 我說我就跟他們講說 這可能不是政府的政策 是船公司的 當方面的一個作為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請主席裁示一下我們縣長 你就單一事項 金門在這個部分 中國大陸在利納號 海峽號平塘到台北 台北到台中 台中到平塘 這些段落 也沒有在行李的部分 做任何的收費的費用 所以說我們鄉親反彈的非常激烈 在這邊要求本席 在這邊問一下縣長 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港務處做了決定 還是進入航艦局做了決定 請主席裁示 我們縣長做一下答覆 好 請縣長做答覆 謝謝曹議員 就是關心我們小三通 有關行李托運政策的推動 那我也看到這個新聞 媒體有做報導 那我也跟我們的港務處 林志忠處長 就這個議題做一個討論 那我也要求我們港務處 那這個先跟曹議員吧 這個權責是在航艦局 不是在我們縣長 在航艦局 對 可是這個縣長 這個新聞裡面說 呃 行李的部分齁 自提行李不收費 可是呢 這裡面又限7公斤 縣長 這個限制這個東西 船公司提出了這方面的需求 航艦局在討論之後 有沒有考量到 利隆航空我們相信的行李 自提的部分是不收費 不管你提幾件 只要在行李架上面可以放 那是不收費的 可是這個托運的部分 是收費一公斤多少錢 是10公斤以上 可是金門小三通的這部分 它是30公斤以上才收費 那這個設定的標準 是不是我們港務處這邊 能夠跟航艦局 跟船公司這邊 再做一些協調 我們不是不讓你收費 這個收費合不合理 那是你們 船公司的營運的問題 可是呢 我們相信對這個感覺 非常不好 因為全世界 我問過在這方面的船公代理的 其他的相關的人員 包含金門那邊 他所收費的標準 是因為一小撮的 所謂的老鼠 他在這邊為了逃漏稅 去做了這方面的一些貨物托運 為了這個事情 船公司才嚴厲出一套 所謂的一個辦法出來 讓我們相信 在這個部分的權益 也跟著受損 今天說一句難聽的話 像我們現在去大陸 我買了伴手禮 提了伴箱的成高 都已經超過相當的規範 他們的規範要求的重量 那我們是相信還要再掏出錢來 去買這個東西 買所謂的托運費用 我是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合理 我希望說縣長在這個部分 你能夠去關切一下 這個決定是不是太參數 而且這裡面新聞所登的 12月12號正式實施的原因 我問了大概的代理公司 我就會說 為什麼會到12號 一個是安琪 安琪他們就說了 我沒有必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現在小商通等客流量 已經對連江縣在這個部分 已經扶不起來了 你在這個方面 在做附加價值的收取 讓所有的旅客 在這條航線上面做卻步 不管是現在 後面的環期航線開通 這是非常嚴重的打擊 希望說 在這個部分 縣長 可能要為請我們港務處長 在這個部分做一些協調 因為你這樣子 如果說今天有80個人 每一個人都超過他的重量 你一個一個在碼頭棒蹭 蹭過以後 你會不會延誤到 所有的航班的準確性 這在在都是問題 不要因為 航空公司的一些 銀頭小力 造成整個面的打擊 我希望說縣長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 回去以後 是不是再做一些協調 讓我們鄉親能夠很明確的 我們展現出我們政府的態度 因為鄉親在質疑這個問題 我想說縣長 對你來講 也不是好事 好不好 謝謝縣長 另外一個就是 就叫我們縣長的 就是在上個會期 本席所提的 就是針對 青年創業的這個議題 我也非常清楚的 縣長說這個議題是非常好的 可是已經一年時間到了 我上個會期在提的時候 我不曉得 針對青年青創這個議題 我想說 我們政府有提供 什麼樣的優惠的措施 來鼓勵我們青年返鄉創業 縣長你說的這些 有完善的計劃 有沒有 是否有交辦哪一個局勢 跟我們所謂的青年做對口 另外縣長的政見中成立 我們連江縣文創產業推動中心 厚實馬魯文創產業的產業鏈 請教縣長 當初文創中心的構想為何 第四個 針對青年朋友們傳達政府的施政方向 作為連結 有系統有計劃讓青年回流 除了文創縣長 你是否還有其他的政策吸引人才的回流 那你目前本席在上一個會期所提出的質詢 在這個部分 所謂的青年創業的議題 目前縣長 你能不能闡述一下你執行的情形 是 非常謝謝曹議員關心青年創業的議題 我想馬祖未來永續發展 永續經營的希望當然是在青年的身上 所以說我們非常的重視青年創業的情形 以及青年回鄉的狀況 在今年的計劃中 我們在經濟部的輔助下 我們有一些經費 就是輔助地方的產業 能夠輔導它的產業 能夠發展地區的特色產業 另外我們文化局也有一個文創產業中心的推渡 目前我們也規劃一個微型園區的規劃 希望藉由一個微型園區的規劃 能夠讓廠商或者地區的青年能夠進駐 能夠開發這樣子的產業 另外我也希望說 能夠營造一個大環境 就適合年輕人去創業 市長我打斷一下你的回覆 抱歉 我這個部分就是說 上個會期本期提出來的部分 也就是現在對口的是哪一個局 主要是建設局為主 然後文化局也是在相關的產業 觀光局在相關的產業也會來輔助 這個部分是建設局跟文化局 在這個部分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能夠跟這些議題 能夠做所謂的縣展的一個實證的方向 就是說讓這些有往上的計畫 讓這些青年跟我們現在 縣政府做一個明確的一個對口的方向 而且我們縣政推動到現在為止 我們也看不到任何一個案子可以出來 讓我們青年能夠做對口 做回鄉創業的一個窗口 我希望說在這個部分 縣展我是希望你能夠回去之後 密切的去跟我們建設局也好 文化局也好 這方面要確立明確 是的 非常謝謝曹議員的關心 我特別跟曹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目前建設局是一個窗口 文化局 觀光局也會輔助 那我也特別的呼籲 我們地方的青年就是正在創業 或者是計畫創業的 都要勇於創新 勇於面對考驗 可是為什麼再一次就叫現場 原因就在這裡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 我們連江縣有什麼樣的明確規劃 在政策上如何宣導 讓青年回料 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我們現在 任何一定的政策的一個宣示宣導 好不好 這個部分現在你要注意一下 對 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努力 希望更弱勢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其實就是機會 就是我們自己要去創造 要去 不是我在這裡特別講的 就是說我們也希望說 年輕朋友要去創造機會 不要等待機會 政府一定會全力配合 比如說明天晚上我就特別邀請一個實踐 這個就是實踐家董事長 就是林維賢董事長來這邊演講 強調的就是青年創新創業的議題 那我這兩天看到馬祖日報有燈 我們前北干鄉主席 胡主席他的公職 是清華大學電子研究所的碩士 他去矽谷去北京 就是蒼盤了一些 就是創業的一些過程 我是覺得年輕人創業 應該是勇於面對挑戰 就是要相信自己 那這樣子的一個講座 我是覺得對於年輕人的啟發 我對於明天晚上的講座 我也請我們的主管都控圖時間 就是去聽林維賢董事長的一個講座 就是這種機會 就是議員是想說 好像政府都要把一些做好做好燈進來 其實這種機會隨時都存在 那我也鼓勵 抱歉我再打到你 就是說所有的機會都在 可是我們政策還是不明朗 所以說我在這邊特別的提醒你 因為我可以讓你闡述 我可以讓你闡述這個部分 可是我現在是看不到 任何的一點點成效 因為時間已經滿一年 好不好 我想說現在你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不管是在周報或者現物會議 你應該把這些提列書明確的翻下來 是 像最近有一些案子 其實我們都很肯定 OK 好現在 因為時間上的問題 議長就是一直跟我講說 時間不夠用 另外一個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就是說 我們請教育局 先生你請坐 本席 在這邊 先生你請坐 本席 本席就叫一下我們教育局長 請主席才是我們局長你做一下答覆 好 請教育局長做答覆 還是要請問一下局長就是說 我們到底是否要自行培育在地的師資 還是要召考後院教師 前面一波就是前年 五年師資的培育已經在去年結束 本應該在去年決定所謂的未來五年的師資培育 但是前一次的會議只決定了明年申請國中輔導教師一名 我想請問一下局長 在上個會期本席特別提到了 就是說你後面這五年的機日 你能不能做一下明確的答覆 謝謝曹議員關心師資培育的問題 我記得我在那個會後有跟議員報告過 我們在今年的六月一號已經召集所有的校長 針對我們未來四年的培育計畫 也在七月份都通過了 所以我們先回答議員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到底是自己培育師資還是召考老師 簡單就好 上次已經回答議員就是說 我們一定是培養在地師資為主 當不足的時候當年度再進行召考的部分 那我們未來四年的師資培育 已經完整的送到教育部去了 已經送到教育部去了 好的 謝謝局長 另外就是比較零星的一個部分 就是就教一下我們秘書長 請主席財司加秘書長答覆 請秘書長做答覆 就是你在要求的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議會曾經要求過我們縣政府 就是所謂的採購發包中心 你目前研議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在主管會報時有提過 那本來是預定希望能跟組織再造 就是106年成立的時候就再一併 本來是原來組織修編過了以後 本來想是105年能成立 事實上這個財報發包中心 其實它跟組織修編並沒有關係 因為它是我們將來可能成立的 是一個零編單位 那這個部分我可能會在明年度 最晚是希望在明年度 明年中之前能夠成立這個採購發包中心 你現在直接答覆就是說 希望而且很明確的 能夠希望在明年5月以前 對明年中之前 好這個部分 因為採購發包中心會繁殖一些問題 那你很清楚的 那我們也不願意再表達 這個發包中心成立 可能我這邊還要求我們縣政府 在整個的統包的 發包的過程裡面 包含我們四鄉舞蹈 所有鄉裡面的 一些不懂的要協助他們 因為這裡面會讓我們第一線的承辦人員 在這個部分陷入法律的問題 這個要解決 這個如果不解決的話 是我們政府可能會讓我們 真的在第一線的原子機構 或者是公職人員 受到一些傷害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我們 你這個部分是就是說 五月份以前大概我們會成立 好謝謝 你請坐 另外就是 跟公務局這邊有相關的一個議題 就是說 這兩天 本席接到我們 三龍消防分隊的投訴 希望說我們公務局在這邊 能夠去了解我們三龍防波底 以及周遭的提案 目前呈現的部分 最高的落差已經超過15公分 呈現下去 而且整條道路現在有塌陷疑率 這個部分請主席裁示一下 我們縣長 我們公務局這邊 是不是能夠排個七成去做一下會看 而且會看之後 整個提案面要如何解決問題 請我們公務局局長您做一下答譜 好請公務局長做答覆 議長 謝謝曹議員關心 消防分隊是講消防分隊前面這條道路 前面跟周遭的一個環境 另外一個我順便提到 我們請環保局局長 你注意一下 本席提的就是說 他周遭岸邊的所有的垃圾 已經他們講了很久沒人管了 而且是從颱風之後 從颱風之後 而且這方面的垃圾是非常亮 而且真的是沒人管 你應該知道要怎麼處理的 局長知道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我們公務局這邊 是不是排個七成出來 去做一個會看 我想這個部分在災後 我們就已經看了好幾次了 好幾次 現在落差最大的 你們有沒有什麼作為 所以我們已經報導 照災後的程序報出去了 那水利署這邊 我們也在聯繫 這個部分我想說 跟局長您講一下 他們希望說在呈現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做一個 互提的方式 然後周邊是不是要做那個 沿岸的提高 因為幾次颱風下來 我們其實 我們消防分隊在外面救災 他是最大的受災戶 所以直接淹到幫助支裡面去 我知道我去看過 你去看過是不是 對 我希望說 在設計的時候考量 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說 你現在不去處理 你後面會後悔 對 而且所使用的機會 會非常的龐大 是 好不好 我們會處理 我希望說 在明年颱風來之前 能夠把它做好 是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局長您請坐 好 謝謝 另外就教一下我們明政局局長 本席在勞動檢查這個部分 就教一下局長 就是說 我本人在全國勞工聯繫會議上面 特別跟部長要求 部長也答應說 我們林鄉縣在做勞動檢查之前 做一個人員的調配 協助來我們林鄉縣 所有的勞工做一個說明 勞動部為什麼 我們憲政部為什麼要做 所謂的勞動檢查 給我們勞工爭取其他的權益 這個部分請主席財事 我們局長您做一下答覆 當時部長也直接答覆 跟勞保局長也直接答覆 就是說這個部分 只要我們連江縣政府提出需求 他們可以安排人到我們連江縣 再做勞工的宣導 這個部分您有沒有提出需求 主席 謝謝曹議員 我們有關於這部分 他大概 我們提出以後 他大概12月中 就會派人來上課 你什麼時候提出來的 我們就是在會議之後 我們就 會議之後就提出需求 就是說在12月中 他們會派人 已經決定派人過來 已經決定派人 那你有在他們派人過來之前 你有沒有做 所謂的政策宣導 讓所有的基礎勞工 甚至這些店家 這些行號公司 甚至我們的機關 他們的基礎勞工的權益 為什麼要啟動勞動檢查的原因 你有沒有在政策上做宣導 我們都有發文 主要就是因為勞動基準法 重新發文之後 我們請勞工負責人 就是先發文給各單位 所以一般有時候檢查的 我們都先以勸導的方式 目前都是以勸導方式 並沒有進入真正的實體上的 做一些採訪 因為你這裡面 如果說在宣導 再不確實 他們能來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去配合政府的政策 為什麼今天要啟動勞動檢查的原因 你能不能說一下 最重要因為勞計法現在重新規定 除了中央在做檢查以外 地方也要做檢查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一條邊的在做檢查 造成有的是中央檢查 檢查的目的是什麼 檢查的目的就主要是 讓所有的 也可以說回復勞工的權益 但是 完全是為了勞工的權益 不是說為了勞工的權益 完全啟動勞動檢查 就是所謂的業主 不遵照所謂的中央法令 勞動基準法 來照顧這些原始機構 這些勞工 所以說我們政府才要做這些 所謂的勞動檢查 因為你政策宣導不明 讓所有的勞工覺得說 你政府在找麻煩 讓業者覺得說你政府在找麻煩 所以權益的問題 這裡面最近發生了幾個案例 投保 業主沒有幫勞工投保 勞工出了狀況 業主沒辦法解決 所以說 你相關的問題 為什麼會提出來 這個我們政策上宣導 要向所有的勞工說清楚 講明白 因為地方的結構不一樣 你去勞動檢查以後 包含我們的勞工都幫老闆報區 報區 為什麼呢 你啟動勞動檢查 是要檢查老闆 有沒有照顧好勞工的權益 你們都沒有說明 你就去做勞動檢查 你檢查之後 讓老闆跟員工之間產生摩擦 因為你政策宣導不明 是不是 你摩擦之後 你政府只是說 好 我依照勞動基準法 第幾條第幾項的規定 你沒有做好 我就罰你 這不對的 基本上 我們以檢查代替宣導 因為我們這次去檢查 完全是告訴他 你要依照勞基法去執行 然後真正的 我們都沒有去法法 就宣導他 下一次我們會 你一定要改善 所以我們這一次 就請 勞委會那邊 勞動部那邊 請專業的人過來 教授過來講解 告訴大家要依照 因為我們現在 對勞工的保障 越來越高 越來越提高 所以希望業主 應該要對勞工 以勞工為出發點 所以說你這裡面 就拿最近的例子來講 那個業者來找我們說 如何跟勞工之間 簽訂任何一個協議 因為有一些人 礙於卡債 其他的一些信用的問題 他不願意投保 因為你投保一投下去 你在哪裡工作 馬上就要扣理薪水 所以說這裡面都隱藏了一些 對我們勞工非常不利的條件 你如何去說明 你這個要把這個課題要弄好 好不好 我希望說勞動部來的時候 你要召集所有的業者 我不希望說只有在南竿講 為什麼 我們連江縣地處於偏遠地區 它是分散的島嶼 四個箱五個島 我們今天讓參與力最高 對啊 四個箱五個島 它都有勞工 甚至你要要求這些業主 如果說沒有辦法排到四箱五島 讓業主去出這個交通費用 甚至包含他的薪資 請外島的勞工 外島的業者來南竿 如果不行 我們連江縣政府 如何協助這些 把這些課題 讓政府的政策說清楚 講明白 我想我們一定會利用這個機會 讓所有的業主 都能得到這個訊息 然後如何做好 符合勞動基準法的規定 好的 我希望說這個是 對我們勞工的權益的保障 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我希望說你們任意在這個部分 本席一而再再三要求 今天身為勞工的一個頭頭 我勞工的權益一定要顧到 因為 地方生態不一樣 會讓勞工跟業主之間 如果說我們政府政策宣導不明 一定會造成摩擦 謝謝曹議員 我想曹議員對勞工的這個愛護 我們也知道 所以一定會 以勞工為基本的保障 為原則 好的 你請坐 我希望說你在12月份號 能夠展現出你局長的高度 把這件事情做好 好不好 你請坐 謝謝 另外最後跟議長借三分鐘的時間 就我們現在新聞在發燒的就是說 留人才 地方您家特考的這個部分 離島先實施 在這個部分 我們考選部的部長 也就這個問題 目前已經在假想的狀況 希望說 我們由 未來 還會找幾個地方的政府 可行性面向的溝通 因離島的流動率較高 若要實施可能要從 澎湖金門馬祖優先做起 我不曉得在這個部分 縣長秘書長 有沒有特別的一個措施 讓我們連江縣政務 在這個部分 有因應的措施優先提出來 我們政府要先做 請主席財司議長 我們縣長 你做一下答案 好 請縣長多答應 謝謝 關心我們地區 怎麼樣留住人才的問題 希望說 人才能夠在地化的問題 就是上一個禮拜 就是考試院 有十幾位委員來到地區 我們再次的 跟考試委員建議 由於離島 就是網羅人才的不義 希望說地方特考 是不是能夠比照原住民特考的方式 舉辦離島特考 或者是來加分 那其實考試委員 都非常認同這種方式 但是在法令上的限制 他們覺得是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如果在考試 既有的考試制度上 在考試的方式做一些修正 他反而覺得是 會比較容易的事情 譬如在既有的考試 加上口試 好的 既然 考試委員是來這邊 我們連江縣政務 告訴他這個狀況 提出這方面的需求 我希望說 在人事室 在這個部分 縣長 你們是不是再做一個討論 儘快提出 我們這邊的因應的方案 如何讓人才 如何讓我們在地的青年 為了這件事情 考試的這個部分 把人才留在馬路 是 把我們真正的在地的人 留在馬路 是的 好不好 我想說你已經在 跟部長在討論這事情 我們這邊先提出 因應的方案 因應的措施 可能會比較更快 而且這個客不輪化 而且一定要把時間排出來 如何去跟部長去要求 如何跟部長去提出需求 這是我們現在 硬要做的課題 好不好 我特別跟朝議員報告 這方面我會再去做 那考試是一個項目 我在最後特別借朝議員 一點時間跟朝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其實年輕人創業 是一個在大陸來說 是一個最熱門的議題 我也除了鼓勵我們地區的年輕朋友 除了參加考試 其實創業在大陸 是一個最熱門的議題 所以說明天晚上 我們特別請實踐家董事長來演講 那這個淘寶王董事長阿里巴巴 也聽過他的課 都稱他是老師 我也邀請各位議員有空 來聽他的講座 也這裡邀請我們地區的 所有年輕朋友 正在創業或者想創業的 都可以來聽聽他的講座 或許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觀念 會有一些改變 我這裡非常誠懇的邀請大家 來參與這個非常好的講座 非常謝謝 在這邊 既然縣長這麼關心 我特別這邊謝謝縣長 縣長 這個部分我想說你能夠做 趕快去做 因為講的不去做 都是白講 是的 希望說能夠把這些 我們議員希望的 能夠提出來的 讓縣長回去之後 調辦事項 能夠再 我直接跟你講 回去騎乘弄出來 好不好 謝謝縣長 謝謝 真的 你要辛苦一點 謝謝 請坐 謝謝 三位 三位 謝謝